第十二题 有一扇门之浮侃图 O为转轴点 OP门板宽为两公尺 施力F大小均为两公斤重 施力方向与门板甲角如右列四种情形 如右图所示 则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所看到了他们的选项A说利弊的大小 我们的甲的利线呢会通过支点 所以他利弊为0是最小的 那么利弊是支点到利线的垂直距离 那么丙图这里是垂直 所以他的利弊是最大的 那么所以我们知道 丙的利弊最大 甲的利弊最小是0 所以我们知道选项A是错的 那么因为我们的利矩的计算方式是利弊乘以利 而我们这里的利都一样 那么丙的利弊最大 所以出来的利矩也会最大 所以选项B说利矩最大者为丙是对的 以图的合力矩是0是错的 我们的甲没有利弊 所以他的利矩是0 那么这里虽然是120度 他的利弊会比90度来的小 但是还是有 所以他说合力矩为0是错的 这样子拉动他应该会所谓的顺时钟转动 那么丁 我们这边有个45度 如果我们要做垂直的话 有一个1比1比根号的关系 但是我们不需要带入这个关系 我们知道他绝对不会是我的利弊乘以2 利矩力量2 然后2乘2会等于4 绝对没有这么大 他一定会比4来的小 所以选项猪呢也是错的 因此第12题问我们说 则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B 四个图中利矩最大者为0 现在不准备来不吝点 离比3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